这个版本黄刀吕布真的强 我打算打一个吕布的国夫 很多人不认为吕布很强 没关系 我证明给你看 这局我加首约加米莱迪加莫泽 这些英雄够弱了吧 然后打也是蓝灵王 也不是当前版本强势打野 阵容是非常拉的 但是这局我一个吕布就能带飞全场 虽然说司空阵线上挺恶心的 但是只要我不跟他打 那他也拿我没办法 出完抵抗鞋就出小永烟 司空阵就很刮杀了 一级还是出血来这个扫藤和线 30秒用1 A到2250血量以下 一级能加惩戒收掉和线 打司空阵 如果一级不拿和线 等司空阵二级了 和线就不好拿了 司空阵二级去中路 准备打和线团了 咱们也过去 我有惩戒 大概率能抢到和线 先别漏 司空阵交一了 吸盾减速P1刀 爱灵王标中了 可以杀 墨子补上一炮 直接抬走 为什么有的时候 莫名其妙就逆防了 那是犯了很多像司空阵 这样的小错误 随便用掉位移技能 就肯定容易被丢 回上的时候 被露露得到 吸盾减速P1刀 千万别回头 露露在后面卡我 连我把线带进来 我肯定被约 这个时候只能叫队友 打理王过来了 他4了可以打 上去勾引一下露露 打理王晕住 一刀不算上来抬走 女部我怎么天天刷到你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吧 情环线就来支援 女部是打团英雄 打团真的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这里诸个量被逮 闪现二技能都交了 机盾减速 一刀直接抬走 女部打收割真的很难 因为他的大招命中率 真的一言难尽 本身腿又短 根本追不到人 这里原方大残 但是我还是要追 一丝一丝一下的 原方没闪 等他交到二 咱们再跳大 拼克在草里 吸盾惩剑 交二了 一个大招跟上 直接抬走 如果不是首约 告诉了我原方没闪 不然我还真的不敢跳大 因为原方一旦闪现 躲掉我大招 我就容易被他红buff给风筝死 哎 旅部玩家的累呀 到了游戏中期 一定要让打野带边线 咱们来参团 这连坡上了 先撤一下 他被空挂他一刀 他交易了 直接跳到台走连坡 会一刀交了 我大招他就躲不了 思考正想一打四次是不现实的 一刀博克平A才走 他这样冲进来 眼空一下 他就没了 叫路路一个人带线 带这么深 直接帮过去把他抓了 他在这个草 机队减速 往回跑了 一直到附魔加惩剑 那个西蓝王被换掉了 其实他可以打一个控制就走的 这样他就不用死 三个人抓一个 还被反杀一个挺亏的 其实 中路期咱们吕布 只需要一直带在中路 随时准备打团就可以了 以便打起来咱们都在 尽量不要去支援 如果去弹线 万一中途打减了 不能第一时间赶到就很尴尬 因为等打完对面都残血的时候 我吕布也收割不了呀 很容易就闹得一点作样都没有 因此我直接住在中路 现在我是压根不管了 叫个队友带 这里连破位的首塔 直接大招逼退 先让他复个魔 小测一下 他两个一都交了 反手跳大 跳完我就后悔了 原方残血 一刀皆平A换掉 其实一般这种 我刚刚跳大是没毛病的 但是偏偏我们这边是一个米莱迪加沃子 我这一跳进去 他们也只能干看着 根本没人能跟 就很尴尬 不过没有关系 依靠我8-1的经济 这局还是很好打的 由于我们这局只有蓝灵王能带线 密线根本带不过来 没办法 我也只好来带线了 不然首约带线更容易被抓 这里对面都往这边靠了 我得赶紧走 两人开我 直接跳大走 对面都包过来了 但是我队伍也到了 直接反打 7盾一刀附魔 莫子产先开了 一刀追上P三个 7盾 追过去一刀再P两个 A死罗罗 连破应该追不上了 差诸葛 他在草里 一个横P抬走 对面诸葛不战 准备抱团一波了 连破大招 咱们先附魔 然后大招跳车走 就算大不到 也不能给他一个好的输出环境 机队减速 一刀P两个 开启苍穹狂伤害 机队减速 一刀真伤 抬走失控阵 原方开主意了 改二上来 平给一刀直接抬走 2500的真实伤害 一个原方怎么顶得住 拿下 我是可乐 关注我 每天变长一点点